我旁邊這位朋友真的很厲害 她的花名人叫她綠魔 嚇到我死了 其實她自己的真名是甚麼 我是Karl 你好 也是神秘少少 英文名叫Karl 我知道你有一個形象設計師 你剛認識的 因為現在是新年 紅色黑色也是 所以你走著肖樓的尖端 因為我打橫了少少 那你就向上了少少 所以你的紅色是多點 我的紅色就少點 那有甚麼新的新年計劃 新年都挺忙 因為其實都是做很多不同的春明 萬宴的活動 其實之前就是 因為新年是唯一一個新年的檔期 是可以收到爐之後 就可以休息幾天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一行都是 可能年初一、二、三的時候 通常都很傳統的 就吃了十餐 我和你都見到吃了幾餐 所以就是 之後就開始開工 做事 然後就是 因為其實近來 今年我就沒有去到 紐約時裝週 沒有去到紐約時裝週 但是就幫他們寫一些 不同的專欄 所以他們你知道 那些時差有不同的時間 那我就在這裡 直擊看了 那麼多個不同的牌子的 fashion show 就幫他們寫一些專欄 所以一天都看三、四場 不同牌子的 fashion show 然後就寫一些專欄 所以都是工作於娛樂 我都很喜歡看一些 不同的 fashion show 不同的新的設計 那樣 所以就近來都是忙著寫一些 時裝專欄 還有三月就有很多時裝開季了 那就要 就是蜜樂緊固幫他們做一些 fashion show 還有寫一些時裝專欄 這樣 那都是很豐富 還有就是聽到你說的內容 很開心 很響往 就是很難得就是這個 job 是你自己喜歡的 還有當中裡面呢 你自己會吸收到很多不同的 國家的其他的設計 那帶回你香港 文化 文化有不同的 還有這次因為新年之後 其實我都是很響應環保的 其實之前已經是 很多人都是有些 召集一些明星 有二手衣服的 就是幫他們做一些 因為其實很多人 新年之前都要買衣服 然後新年之前買衣服 我通常我就會幫他們 就是group一下衣服 然後就去賣 這樣就可以響應環保 那其實我每年十月 都有一個 fashion show 就是每一個 artist 又來香港 然後就去我們的 party 然後他們就捐一件衣服 因為我們你知道 我們做 artist 有時一件衣服 你只是做個訪問 出完活動之後 第二次就不會穿了 所以我也覺得 除了一個時裝的元素 就是要支持一下環保 這件事 所以新年都有 就是回收一些禮事封 把一些回收的衣服 就捐給其他不同 有需要的人 還有可以把那些衣服 可以重新 加一些 accessory 變另外一件 然後有一件 比如有一件衣服 其實是好像棍外套 那樣 但是它有一個 shoulder bag 加了之後 就好像很漂亮的棍外套 但其實那件有 普通的西裝外套 那就可以用幾次 我都很喜歡做這些 DIY 還有未來新年之後 都忙少少 就是會到處飛 那因為呢 我就和一個國內的平台 合作 去拍一些旅遊節目 哇 這麼開心 短線的三日兩夜 或者四日三夜 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就去日本 那三月那個 就會去遜港 那雖然我 不是很厲害 一些水上運動的東西 但是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可能度假的元素 或者扮靚 做SPA 我最喜歡 所以那時候 我們都會 三月份就會開拍這個節目 這樣 短短的談話裡面 看到成年的計劃 鋪排著在等 很開心 那我祝你呢 今年繼續開心 快樂 還有帶多些新的 設計概念給我們 好嗎 多聽多些你的新歌 多謝多謝 謝謝 新年發落 耶